哈囉大家好我是鬼鬼 這部影片跟大家分享在HotQ裡面 在後期粉絲打工大概可以賺到多少錢呢 今天各種粉絲的基礎能力還有他的能力上限 都跟Manager經紀人等級有關 末期能提升到最高就是四級 粉絲會從銅、銀、金、在上面是白金的星星等級來做分別 初始末期到一級的粉絲他效率已經有10了 然後體力值都長在80左右 那當然升級之後也可以到破百 等級上限最高是50級 如果他們提耗盡之後大約只要吃5個食物就能補滿 但他每次吃的食物都是不一樣的 每次升級他都會換想吃的東西 所以大家各種菜啦魚大概都要留一些 如果你這次要養粉絲的話推薦留個個50個以上吧 那我們這邊來看一下他的賺錢效率怎麼樣 他的效率其實就是他一次能收集到的金幣量 如果他效率是20 那他一次就可以收集20塊 但他也不是每秒收集20塊喔 他是過了一陣子 而且這個時間好像不太一定 你會發現每個粉絲賺到的錢 這個跳動的幅度 不太一樣 有人很久都沒跳動 但是有人跳蠻多次的 看起來收集到金幣的時間呢不是固定的 那他們體力呢也不是收集一次金幣就耗一喔 他這個體力其實能撐蠻久的 你看他有到收集金幣 金幣增加了但體力還沒有扣 收集個兩三次 四次 他可能是看時間的喔 大概他一定的時間他就會扣一 但那一段時間內他可以收集幾次金幣好像也不太一定 那這樣子我們體力花光之後 大概可以賺到多少錢呢 我目前的粉絲量大概等級到20左右 平均20吧 那他這個上限可以到50嘛 不過每個還是有他的上限不一樣啦 這樣子我們全部體力消耗完可以賺多少 我們等一下來試試看囉 我在主畫面稍微等待一段時間中呢 再進入一次家園看一下 他們的體力有沒有消耗金幣有沒有增加 我們菜倒是種好了 然後呢體力有扣喔 剛剛大概扣了10左右 確實只要遊戲開著這個體力就會慢慢扣 當然金幣也是會慢慢收集到 所以這個是遊戲裡的掛機的被動式收錄的一個地方 這邊稍微過一段時間呢 金幣已經收集到一萬九了 很快耶快兩萬了 當然每個人收集到2000有的只收集到1500 因為我們這是同時出發同時收集的 他這個幅度還差蠻多的 那這個邊等的時間就可以邊釣魚 這邊後期升滿的話邊釣魚加上粉絲打工賺的錢呢 真的可以趕上喔 現在各種的刷錢法 如果都是花30分鐘的話呢 有時候釣魚可能還比較快 但這邊也要取得你的色違率喔 色違這個100倍等於你釣100隻魚也差蠻多的 而且你要維持在高combo 那個釣上來的魚量也是差很多 所以不管是刷錢或是釣魚呢 他們其實有不一樣的難度啦 那我有稍微計算一下這個體力消耗的時間 我們這邊100倍數 他的50體力消耗到0呢 喔其實花了大概15分鐘左右 哇真的是很長的一段時間 所以100體力呢大概可以掛個半小時 那接下來我們來揭曉可以賺到多少錢呢 11萬 每個人大致上都有賺到1萬塊 但是有一個飯糰怎麼只賺到8萬6呢 看是要去堅硬反省一下了嗎 11萬縮起來真的不算多 但是他就是一個被動式收入 基本上可以打平你種菜啦 或是買一些小家具的錢吧 當然你主動去釣魚或是去刷錢 當然是比較快 但是這是一個被動額外的東西 但他們其實還沒有升級到滿 如果全部升滿的話 效率應該還可以再提升一倍 所以大致上應該是可以賺到20萬是沒有問題的 但前期的投資要蠻長的啦 這個不是很好升 然後他慢慢升級之後要升到50級也不是很容易喔 那有人算過如果有把家具從買齊的話呢 大概要準備個五六百萬吧 但如果你只挑喜歡的買齊應該也不會花到這麼多錢 那剩下就是商店那些都升級滿之後 錢的用途其實沒有很多 不過還是可以稍微存一下錢了 畢竟之後呢好像會開放賭場 我們現在賺錢就是為了到時候去賭場玩啊 沒有錢怎麼賭呢 所以我們現在要先準備好錢 之後就可以開心的進去玩了 好這以上呢就是粉絲打工後期能賺到的錢啦 分享給大家 感謝大家收看我們下次見 大家掰掰 小明星期間 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會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